8月28日,香港警方在记者会上表示,近日在网上有流传片段显示警方处理全奎亲游行活动中,有汽油弹从警方防线扔向示威者,警方澄清,相关片段是遭人恶意删改,污蔑警方,严重不实,企图掩饰示威者恶行,警方在场播放了原始片段画面,其实这枚汽油弹是示威者袭击警方的。 美国CNN电视台当时也做出了错误的报道,如今CNN电视台已承认错误,并向警方致歉。 文静总监贵 些aus 文静总监贵 文静总监贵 Holly carrying they still has 警方表示激进示威者的激进和暴力程度 越来越严重 毫无底线 由设置路障升级到蓄意伤害他人 并用钢珠 砖头 弹弓 疑似的枪支等 知名武器攻击警员 8月24日 有市民和记者 不幸被示威者的汽油弹击中而受伤 警方再一次严厉谴责示威者行为 激进的示威者的底线究竟存不存在 他们用致命的攻击性武器主动袭击警察 就算不是警察 是市民 游客 经过的的士司机 车车司机 以及驾驶 私家车经过路障的人都好 激进示威者都曾经袭击过他们 假如是没有底线的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的社会究竟会变成怎样 记者会上警方表示 在两个半月处理激进示威者的行动中 警方共拘捕近900人 并于8月24日及25日再拘捕26人 罪名包括非法集结 刑事毁坏 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 藏有攻击性武器 不诚实取用计算机 伤人 无牌管有弹药及诈骗等 相关罪性刑法由监禁1至14年不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化